《四六行传》第24章第16节 我因此自己面临 对神对人尚传无规的良心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改名的情景 这个随时是神给我们所谓的感觉 或者是浪漫情怀或者是感动 但是两者都有 变成在御先神这个铺牌 就是为了去全面的去印证 原来神的御知是如此真 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在来说 都是在说神的御知 一直在说神在历史当中时间是任他穿梭 并且时间既然是他安排和制造的话 他一定是预知我们将来 所以在那里只是证明一件事 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在我们未知共同信息之前 神都是一路想佛的方式 去带领我 在听神的声音、恩高、神的带领下 去证明这件事 但原来那里已经留下了一条伏线 这条伏线是夹着神的完全掌冠下 例如我妈去买福年新楼 这就一定不是我掌管 又不是我妈听神的声音 这个夹着了一边 就是神的完全掌管 一边就是其实 在当时来说 我已经懂得听良心的声音 有些真的发自于我的决定 例如我喜欢的颜色 或者我自己主动去改这些名字 这些是我当时在良心的声音当中 我会按着那个方向去作出取舍 例如我的名字叫apple 是两者夹杂的 这种情况不常见的原因 就是因为按着神的预知 他会知道这个人将来 他作出的选择 和将来他的信仰程度 所以他预先安排了 所以变成了很多人的信仰 都不能够成为榜样 他的信仰本身都是很平凡的 他根本是抄袭身边的人多数 比身边的人影响多 比他影响身边的人 信仰又不是万宗无一 所以那些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但神如知 我将来会怎样呢 所以变成了他才铺牌了这么多这些东西 因为就算我们选择了福年新楼也好 也不是我们铺那些街的 难道是谁搞的 就是围着那路建的街 到现在来说 我根本还在说 但是在数十年前我住的 而事实上 为什麽这件事 又会和箱水 或者根本关道有关 因为我所说 住在宽敦新楼 在故事前在箱水溃到刚才 箱润水溃溃的事件 那个星期搬 我搬了后两三天 就爆出来了 全香港九楼也知道了 我住在那里 去那里搬就搬去加南 所以在你所问的这个问题 不能够每个人都期待这样做 因为每个人就像我那样 是用上佛的方式行这条信仰的路 一上一佛一上一佛 但是只不过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来到这里所有的共同信息 就已经超脱了上佛 因为我们再找的 已经不是为了今天或者上个月 我们作的决定在今个月是有神回应 不是了 我们现在看到 颈古历史当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包括天上四马 这些事情已经超越了我们才能控制 超越了我们单单凭听神的声音 就可以做得到 配合得到 安排得到的程度 另一件事就是牵涉到 神的预知 他会真的太珍惜 我们一直在人世间最不珍惜的一件事 就像现在黑衣人 你看到最不珍惜的就是乐言 他最不珍惜的就是祝福人 最不珍惜的就是社记的 但这些就是原来是神最珍惜的 他超越了生命 时间以外 他超越历史以外 他最珍惜的就是一个人 有这种神的神性 在他自己成长当中慢慢建立 而里面不是退步的 而是由信主之后进步的 你只是说进步和退步 在基督教界都已经很难看到了 十中无一 就是说在我信主 要不以我们的教会看 如果看教会 进步与退步 基本上一百间 很难找到一间 这间教会是不断进步的 除非是转牧师 要不然从开始看到什么 到现在 他们很少转进步 基督徒一百个 你很难找到一个 他是信主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他是越来越单纯 越来越内涵越好 他的财能可能有进步 他们做的位置可能有进步 但我说神最珍惜的那样东西 神不是珍惜的地位 是不是 你做总统也没用 都可以落地狱 所以 我现在说的是百中无一 只是单说进步的点 都百中无一 不要说你向一个对的方向 不是一个最珍贵的方向 在万难当中的进步 就更加难了 但经过所有共同熟悉的认证 我们看见 神最珍而重之是什么 《智良传》第24章第16节 我因此自己面临 对神对人 尚存无规的良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